那我常常在想的是說 到底到底要有多少的電才會夠呢 但是到底誰要用這麼多電 我明明用很少啊 什麼叫做好的發展 也就是現在很多人會談的永續 永續有沒有 那些在冷氣房裡面講永續的人 我都覺得很怪 老人家講的是說 你用掉的跟你製造的污染 它會平衡 它會等於 就是說你不會大於污染 你的污染不會大於你的 你用掉的 然後明明啊 都很多污染 可是還是可以談永續 我真是不知道這個中文是我太笨還是他們太會講 沒有辦法平衡怎麼可能永續 你如果可以小於的話 你就會 環境很好 你連平衡都沒辦法 然後要一直談永續 可是大家其實真的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愛護環境的啦 大家比較愛錢 所以當政策啊 或者是 政治人物 開始遊說你說 你會變窮喔 你會沒有錢喔 就被恐嚇 即便 環境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還是 在所不惜 在所不惜 要當有錢人 的時候 你會不會走 你會不會走 有 我們的